中国南篮突发紧急意外 乔瓦吉为其官宣意外决定 获得杨明批准 赵锐周鹏感觉无比的遗憾 北京时间9月2日 南篮世界杯打得震撼 然而在世界杯结束之前 乔帅突然正式官宣决定 虽然这份决定让大家很意外 但是大家也是遵从他的意愿 获得杨明的批准 球迷也表示无比的惋惜 在中国南篮对阵菲律宾的关键时刻 乔帅的这份决定 无疑会折损球队的实际实力 并且乔帅的这份正式官宣 也让球迷觉得无比的遗憾 我们知道南篮世界杯正紧张的进行着 然而中国南篮的综合表现 引来了大家一致的无奈和批评 的确中国南篮在小组赛的三场比赛中 都以惨败收官 一来是42分被塞尔维亚队击败 二来是以20分被南苏丹再次击败 最后又以18分被波敦里击败 总共输掉80分的中国南篮 成绩的确是糟糕透了 本来以为中国南篮的实力 中国南篮还是可以和南苏丹 以及波多尼去一决高下的 但是却被他们给狠狠的拿捏住了 拿到了惨不忍睹的三连败 虽然目前中国南篮在排位赛 击败了安格拉 但是说句实话 中国南篮本来是可以在小组赛中 最起码赢他一两场的 但是却并没有 所以目前中国南篮的局势 还是很被动的 可能涉及主动团之后 中国南篮想要出征明年的巴黎奥运会的话 真的是几乎不可能的 每到此时 大家都会把责任推到主教练身上 也就是乔瓦齐威奇 难辞其咎 乔帅曾经是塞尔维亚国家的名帅 这一点不可否认 预计乔帅曾经也带领塞尔维亚南篮 站在了世界亚军的领奖台上 这样的顶流教练来担任 中国南篮的主教练 必定是皆大欢喜的事情 大家也相信乔帅能带给中国南篮 打造另一份的奇迹 但是没想到 乔帅并没有像大家想的那样 带领球队冲锋陷阵 杀出一片天地 反而是乔帅的固有理念 包括他用人的偏执等 使得中国南篮目前的阵容就很奇怪 看上去非常的不合理 让球迷很非解的是 乔帅竟然重用没什么突出能力的王志玲 而把胡金秋晾在一边的替补席上 导致中国南篮接连三次输在了小组赛上 但是当球队到了排位赛的时候 乔帅奇迹般的将胡金秋送到了赛场上 而将王哲林放在了替补席上 最终中国南篮才有幸 拿到了目前唯一的一场胜利 胡金秋连取20分 绝对是球队胜利的主要功产 或许这场胜利是乔帅所没有想到的 或许这场胜利 也让乔帅深知自己用人的不合理 或许他该为自己的固执偏见而道歉 可能是因为这些 乔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也当众表达了自己内心的歉意 他亲口称 教练也有做错决定的时候 第一场胜利的排位赛 也让乔帅清除了自己用王哲林的错误之处 甚至是对胡金秋的不攻不合理之处 可以说乔帅的顽固不灵的思想 中国南篮也将错失四年一次的奥运会 这份代价是无法估量的 我们知道乔帅的合同期限 是截止到时间杯结束 如果中国南篮遗憾无言明令的巴黎奥运会的话 那乔帅必定会面临下课的境遇 而近期有消息传出乔帅或将提前离行 乔帅还会在中国南篮对阵菲律宾的时候 现场指挥吗 是的 乔帅将会继续以主教练的身份带领中国南篮 但是在排位赛第一场比赛 中国南篮取胜之后 乔帅做了一份让人意想不到的决定 这份决定让球迷感到非常的震惊 乔帅在新闻发布会上宣称 赵锐周鹏的脚踝不慎伤情严重 而周鹏作为中国南篮的队长 接下来肯定是不能参加对阵菲律宾的比赛了 对于这场关键性的比赛 周鹏无法参加比赛 虽然这是一场关乎中国南篮 是否能进入奥运会的关键的一场比赛 但是乔帅还是选择保护周鹏 因为周鹏的脚踝伤情严重 虽然这份决定很意外 但是也得到了姚明的首肯 毕竟10月份还有联赛 万不可在这个时候带伤出战 使得伤情更加的严重 所以乔帅的这份决定 大家也是无条件支持的 但是对于周鹏和赵瑞来说 还是很遗憾的 毕竟没有在南篮世界杯上奋战到最后一刻 不管怎么样 祝愿周鹏和赵瑞早日伤情痊愈 也期待周鹏南篮在对阵菲律宾队时 能去得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